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5日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课题 就是这个李根浩 将以何种方式重返台海 尽管我自己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大了 但是自从这个李根浩在中国举行环台军演之后 就一路往东开溜的这个窘境被台湾人看到之后 这个台湾朝野包括一些民主人 在各个政论节目上 似乎都一直在猜测 这个李根浩或者是美国的其他的战舰 是不是会不会重返台湾海峡 或者几十 会这个再度到台海的这个台湾海峡要舞扬威 因为这毕竟跟台湾的这个安全有关嘛 毕竟他们是仰赖着美军的军威 才能这个延续至今 好 那个 其实我对这个李根浩或者美国其他的战舰 会不会这个 会不会这个 大家可以去 这个收一收他的一些视频 应该都台湾的政论节目里面就有 而这个 根据那位女舰长的说法 就是说他们遇到了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尾水 所以最后他们只好这个不进南海 然后经由其他的属于这样 航行回到美国的古港 圣地亚哥港 所以我我这边就 产生了一个疑问 既然林肯浩 连南海他都 没有办法这个 进去 那么李根浩 会经过更为敏感的台海吗 这个我不给明确的答案 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之所以台湾的这些民主主义们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热衷于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是因为之前有不少这个美国的高官们 都在那边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 比方说有说这个我们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在漏干漏干 是星期后 这个经过这个台湾海峡 后来就降低到 不提航空母舰 就说将会有这个美国的军舰在未来几周内 但这个未来几周 到底是几周 他们也不明确的说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吧 但是针对 这个美国的这个 自由航行或者美国的这个军舰或者飞机 活动等等 比说的比较明确的 的确是有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 那他就是美国国防部 俗称的五角大楼啊 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 这个科林卡尔 科林卡尔 他是说过这么一段话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Clearly the PRC is trying to coerce Taiwan clearly they're trying to coer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ll I'll say is we're not going to take the bait and it's not going to work so it's a manufactured crisis that doesn't mean we have to play into that I think it would only play to Beijing's advantage what we'll do instead is to continue to fly to sail and to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us to do so and that includes in the Taiwan Strait 虽然我已经打了字幕 中英文都有 但我这边还是把他的这个 科林卡尔 这段讲话的中文版念一下吧 他是这么说的 明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在试图协谱台湾 明显的他们正在试图协谱国际社会 我能说的就是我们不会上钩 这种做法也不会有效 所以这是一个制造出来的危机 那并不表示我们就要郑重其下怀 那样就会使北京占有优势 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持续在国际法允许之下 这个飞行航行和活动 而这也包括台湾海峡在内 之前我也在不少的这个台湾政论节目上看到 这些民主人们 这个引用这位官员的讲话 不过他们似乎刻意遗漏了一个最关键的字眼 那就是说在国际法允许之下 好了 国际法其实并不是一部成文法典 或者是一个什么像一些这个所谓的可以执行的这种法律 它是由各种公约组成的 好 当然美国是很多国际公约他都不签的啊 所以 呃 由美国人来说 要这个在国际法允许之处 之下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 有点这个怪 不过既然他们都说了 那么要在国际法允许之下 那我们就看哪一部国际法适用于这种情况 那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啊 呃 这个国际法海洋公约就是说 呃 最近也经常被被用来讨论的啊 就包括一些什么这个临海基线啊 呃 这个又十二海里啊 又什么比林区啊 这个专属基金区等等啊 呃 这么讲吧 因为每个国家的领海 基线 就是从陆地啊 往上画 呃 画到哪里 多长多宽啊 这个各国呃 这个 情况不同 所以 我们就假设 假设 中国 就是在海 呃 台湾海峡 呃 以西的陆地就是福建省嘛 啊 我们就以最近的这个 很热闹的这个平潭 平潭岛来说 假定我们说这个从平潭岛的这个陆地 啊 往前画一个10 10 10海里吧 或者10公里吧 肯定是有一段啊 这个距离的 那 这一段距离以内的叫做内水 啊 然后这个内 那比方说10公里这个地方 或者10海里这个地方 那条线 这个往外 12海里啊 啊 这个叫做 呃 那个12海里的一个地方 哎 叫做 就叫陵海 陵海 因为内水 到那边是陵海基线 陵海基线在往外12海里是属于陵海 然后再从这个陵海外面的另外一个12海里叫比林区 然后再从这个也就说 也就说这个很可能10海里的这边是内水 然后再画一个24海里的的范围 那个就是包括陵海跟比林区 然后在外面就是大概200海里的这个这个转属经济区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么一个画法的话啊 那么从这个平潭岛的陵地一直画过去 台湾本岛都在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范围以内了 啊 所以咱们不去说这个啊 咱们就说 这个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啊 这个海峡中线吧 这个是美国人画的 这个就是为了作为一个 当年在冷战或者什么期间这个 约束台海两岸 不要有什么军事冲突的一个一条线 但是中国人是从来不承认他了 因为根据这个联合国 联合国的这个加入联合国里面 联合国是承认一个中俄 而且这个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俄 过去是 中国 虽然先是拥有台湾的这个主权 但执行不了啊 执行呢 我要靠拳头 拳头不够大 那只能说我拥有这个地方 但是我没办法在那边执行任务 但这一切在这次 围台军演之后 都已经打破 就是说 从解放军的战舰飞机 越过那个台海中线那一刻 以及在绕 绕台军演的那一刻开始 不仅是台湾的这个 这个什么虚拟的海峡中线 已经没有了 就是包括整个台湾 都已经是 通过这个行动 向国际宣誓 国际社会宣誓 我现在能够 不仅拥有它的主权 不止口头上说 而是只要我愿意 我随时都可以 采取行动 在这个范围内 在台湾行使 我的主权 当然这个可以通过这个 和平谈判 和统或者武统的方式 但是现在 就是说反正 向国际社会宣誓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主权所在 好了 那么既然是中国 拥有台湾的主权 而且也通过这次军演 军事行动 证实了我拥有这个实力 就是拳头 来这个 执行这个换卫主权等等 那么 台湾海峡是一个什么地理 概念呢 它其实就是 像台湾跟澎湖之间的那个水道一样 那个是属于 这个内水 也就是说 福建跟台湾之间的这个水道 就像台湾跟澎湖之间的水道 是属于中国的内水 那还不要说什么领海之类的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国际海洋法工业 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内水啊 那么既然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说 他要在国际法允许之下 这个飞行航行跟活动 那么他要在这边 飞行航行和活动 而且他又说要在国际法允许之下 那他只能根据这个国际法的规定 以及中国相关的这个海洋法的这个法律 一个是国际公约 一个是在这个国际公约允许的情况之下 中国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海洋法 这个法律 那就只能这是一种情况下 这个李根浩才能重返台湾海峡 那就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批准 也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有那么一天 李根浩带着他的这个战舰飞机 经过台湾海峡 那是在北京说OK 你才能走 所以台湾人或者台湾朝野 台湾境内的这些各个实力吧 你真的希望看到美军是在这个情况下 要经过台湾海峡的吗 想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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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